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焦点 不要将转运中心设在铁道园区里 第一届的亚太杯国际揽神滑水锦标赛 10月23号将在高雄连池潭正式展开 吸引了来自全球11个国家 共同参与这场水上运动的年度盛事 不但让台湾和世界级的赛事接轨 更渴望带动连池潭风景区周边的观光商机 轻轨在16号开始市营运了 不过13号却惊传因为同胞商跳票而停工的消息 市议员吴明寺就利用了议会质询的时间 要求捷运局针对媒体所报道的内容 以及质疑厂商信誉等问题 做出了说明 捷运局表示轻轨工程已经在17号复工了 也期盼能够如期完工 在上周传出同胞高雄捷运工程的 长虹营造公司跳票的消息 专业分包商因领不到工程款 已经在13号全面暂停施工 对此市议员吴明寺就利用议会质询时间 要求捷运局针对媒体所报道的内容 做出说明 就是我们市政府的款都没赔给它 所以地数议的银行存款不足 像我们市政府害它跳票 是否因为市府没有支付工程款项 而造成营造公司跳票 对此捷运公司也做出回应 我们的付款的定数是这样 先完成到某一个改端之后 我们的雇业计价 然后经过我们PCM建造 审核完成之后 然后送来我们家 所以他们每一支款 经过他们提出后 我们每一支款都按照旗程部分 来予以支付 此外吴明寺也对统胞捷运工程的 藏鸿营造公司提出质疑 这个专门在投控公司的 幸福人数百个营 这些富贫这些拐的公司 你们敢说都没输情 去精神吗 让一个互联署的公司来 拿我们的工作 再来砍杀这些药包装 让这些人都没那么担担这些钱 吴明寺更指出 不信任同胞商的信誉 也担心是否能够如期 并且如指的完成轻轨工程 我们一直努力 希望能够如期如指来达成 那如指的部分 我们已经由我们高通部 跟工程会两个来品质插合 都给我们赶的胜账 在16号市营运的轻轨 也成为多位议员 在议会质询的焦点 对于关心轻轨工程停工的问题 捷运局也在稍早的 业务报告中指出 已经在17号复工 财务问题也获得解决 港都新闻 阮萱萱萱萱 采访报道 今年5月份 在交通局实施 游览车总量管制之下 总算解决了哈马兴的交通问题 而交通局也针对了 哈马兴的停车问题 规划成立转运中心 对此事议员张丰腾 向交通局来提出 在地居民的诉求 希望将转运中心 更换到其他的地方 也针对哈马兴的观光发展 请观光局说明 计划进度 哈马兴的交通问题 一直让当地的居民很困扰 总算在今年5月份 经由交通局实施 游览车总量管制之下 获得改善 而交通局同时也规划在 铁道文化园区附近 成立交通转运中心 对此事议员张丰腾向交通局提出 当地民众对于这里有其他愿景规划的诉求 地方还有一个梦 希望把这个铁道园区的这个火车 能够复死这一段 所以如果这个小客车摆在这里 可能会造成这个将来可能就 就这个梦可能会被会有一些阻碍 张丰腾表示当地民众也提出港部与台塘两处的替代方案 交通局也做出回应 在台铁的那一个用地部分 小汽车的部分 目前先把它不开发了 小车的部分就是用在原来 在宏来路底港湾公司的这个小型车的停车场里面去做取代 这样也可以达成我们在西子湾跟博厄这个地方 需要一个转运中心的一个短期目标 除此之外张丰腾也针对哈马新当地的观光发展 要求观光局说明评估计划进度 那有一个结论 说要做一个评估 对哈马新的观光做一个评估 你们做了没有 这个部分我们正在执行 因为我们要先去拜访周遭的几位里长 还有当地的温室协会他们的意见 然后我们再来做综合这个评估计划出来 看以后这个区块的这个发展项要怎么走 期望在解决哈马新当地的交通问题之后 除了能够带进观光的人潮 也能够将这里最重要的温室保存下来 让哈马新的历史永续的传承下去 港都新闻 阮萱萱宣婉甄采访报导 第一届的亚太杯国际缆神滑水锦标赛 10月23号将在高雄连池潭正式开赛了 吸引了来自全球11个国家 共同参与这场年度盛事 不但让台湾与世界级的赛事接轨 更渴望带动连池潭风景区周边的观光商机 不管是韩国的大长津 日本的樱花妹 泰国的小王子 或是中东的石油大王 来自各国的选手都穿着传统的服饰 表演的却不是舞蹈 而是在水中展现花式的滑水技巧 来自11个国家 一共50位顶尖国际的滑水好手 将齐聚在高雄的连池潭 为了争取积分取得世界赛 都将拿出最精湛的滑水技巧 比赛的过程肯定精彩可奇 我们在这边办第一届的 亚太杯这个缆神滑水比赛的一个记者会 正式不仅是跟全国 也跟全部亚太地区喜欢滑水 喜欢这种Cable滑水的这样子的好朋友 就是要来到我们高雄了 而在去年5月开幕的 联坛滑水主题乐园 已经吸引了百万人次的观光人潮 今年更取得了亚太杯 国际缆神滑水锦标赛 举办权的机会 希望能够透过正规的赛事 推广缆神滑水 让民众对于滑水运动更加认识 期盼带动周边的观光 为连池潭风景区注入新的国际观光活力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 高雄民政局对于目前的登革疫情主动出击 购买了120台的喷雾机 让里长不用再被动等待喷药 同时环保局跟卫生局也针对了 施药人员进行专业的训练 其中林亚区的里长高文明 也主动参加课程完成受训 现在已经可以立即上手 分析水锅上的铁盖 仔细看看里头的积水 面对登革热疫情越来越严峻 同庆里的里长高文明 除了定期巡视里内和清理环境之外 更参加了环保局的防治课程 让自己成为专业的喷药人员 因为我也想说 如果说我们每个都会 区公所是不是民政局这边 是不是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我的个性是说 我宁愿去多学一样 就有一个多一个专长 为了增加防疫的能量 环保局和卫生局 期盼能够从基层开始防治 除了宣导资深员的清理之外 也开设了课程让里长参加 了解登革热的防治 以及喷药的技巧 现在高文明也能够自己 操作喷药的机具 当然如果每个里民都能够注重 自家环境的卫生可能也用不到喷药 不过能够多了解一项技能 总是有备无患 而且对于里内来说 有个懂得专业防治 和喷药技术的里长 一定能够更有效阻隔 等格热疫情的扩散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 有一部拍摄高雄前镇远洋渔民的纪录片 即将上映了 叫做《海上情书》 这些渔民每次出海就43年的时间 那种对于家的思念 还有无奈深入大海 而守候在家中的妻子 也就需要独自照顾家庭跟孩子 由高雄在地的导演柯能源郭真帝 花费了6年的时间所拍摄完成 一起来看他们的分享 这是台湾首部记录 远洋渔民的纪录片《海上情书》 来自高雄前镇的陶海人 到达赤道附近海域捕鲑鱼的过程 每一次出海就是三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回到台湾 是导演郭真帝 可能源花了6年的时间 完成的感动之作 家庭打拼 可是离家却越来越远 那你没有时间跟家人相处 反而在海上好像是你一个漂流的家 抓不到雨那就是困难了 因为那个整船的焦虑啊 你也会深深的感受到 然后像我带了另外一个partner 你会觉得说 一天又一天一直没有捕到雨 不能上岸回家 你也会帮你的partner感到焦虑 那是我作为导演最 觉得最困难 大门在 能不能上岸回来 像我一般在 千万 hate 都下岸包没关系呀 你不要跑 你会有很多事情了 整部纪录片当中 深刻描写海上男儿漂流与想家的心情 如何在一艘船上共同生活互相照顾 而其实更让人心深敬佩的 是那守护家中的坚强妻儿 到港边送别 然后当然一出去就是三年 所以他抱着孩子不知不觉就流下眼泪了 那可是他又有意识到摄影机 在旁边 所以他努力要做出很坚强的样子 还要露出一边擦眼泪一边露出微笑 其实我那时候看了非常的心疼 后来我每次剪接再看到那一幕 我还是会忍不住流眼泪 导演郭震蒂觉得海上情书的故事 其实也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身上的写照 这种人生的两难 似乎在台湾这个过劳的岛上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面临类似的问题跟情感 那他其实有一种普遍性的 台湾是个海岛国家 大大小小的港口不计其数 却很少人能够了解到 远洋渔民的生活点滴 出海就是为了回家 期待透过纪录片 让大家也可以反观自己身上的故事 引发更多心思 港湾新闻上和陈丽婷采访报导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翅膀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飞翔 谢谢你们帮助孩子们 在逆风中找到方向 吸手把爱传出去 用心守护喜憨儿 最在地的心 最在地的庆联港督有线电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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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为高雄伸出温暖的手 谢谢你为高雄制造欢乐时光 谢谢你及时地提供高雄最在地的资讯 伴随高雄市民走过二十多个年头 关心地方深耕高雄 你是我们最信赖的老朋友 能讲的是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因为有你 我们才能成长茁壮 因为有你 我们更要加倍用心 青年港督的今日 不只是我们的骄傲 更是专属高雄人的荣耀 连猴子都吓得和不容嘴 每月888 飙往120mm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钱员购物金 快打电话找BB BBTV最新强荡 乡村的铁卢 倒数行动 金氏杰作 金城81号 最新强荡 这不是孩子吗 那就是个无理 按线强片 尽在BBTV嘴旋影片 快下青年港督 响应政府政策 避免孩子网路成瘾 送我时间管理 轻松保护孩子势力 不用花钱买 现在申办BB宽屏 免钱送你用 想盛钱快来找BB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屏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播340-1991 青年港督等你哦 复顶金公墓在千葬之后 将预定开辟成为公园 市议员何全峰就提出 希望观光局能够将这里 作为有效的整体性开发 并且连接到京师湖风景区哦 何全峰也指出了 花费了这么多经费 在京师湖风景区 却没有吸引外地的观光客 应该要加以计划改善 京师湖风景区内 除了有蝴蝶园 还有夜间观光的新景点 京师湖桥 今年还获得中央1000万的经费 包含绿地以及路口景观整建 市议员何全峰指出 花费这么多的经费 在京师湖风景区 却没有吸引到外地的观光客 离令中有下来 其实几年下来 已经花了好几千万 在京师湖这个地方去做处理 但是我必须很坦白地跟九阳讲 其实我们在当地的民众也好 他并没有感受到 这样子的努力 当然也还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对此观光局也指出 目前对于京师湖风景区的 整建计划 包括我们现在新的这个 整建计划里面有一个要做全台湾最长的这个六滑梯 如果这个完成 他当地的这个吸引力会更大 跌远也做很好的整理 在这个参访人数上面 上半年一直到现在也有大幅的增加 何群峰指出 复顶金公墓也即将签占 未来的腹地规划 应该与民政局协调整合 做有效的规划 可以跟我们未来的民政局 做一个沟通的协调跟整合 未来这个金师湖风景区 是不是可以连接到 未来这些 这些目的牵引走的这个公园 做一个整体性的评估跟开发 那把我们的金师湖风景区 做得更完善更好 要如何连结复顶金的公园绿地 并且扩大修汽园区 观光局也做出回应 配合复顶金公共的拆迁 以及跟这个再远一点的 这个澄清湖 所谓的双湖的这个 连线的一个动线的规划 我想是未来金师湖一个 整体的这个规划案的一个方向 何群峰表示 希望观光局与其他局处 能够跨局处的协调与规划 将金师湖风景区 做整体性的开发 才能让更多的观光人潮 来到金师湖 而不只是到保安宫 和道德院进香而已 港都新闻 软医学修暗珍采访报道 造成南台湾严重灾情的 莫拉克风灾 至今已经六年了 行政院莫拉克灾后 重建推动委员会 特别在高雄的科工馆 设立了风灾重建展示馆 将当时的灾后和重建过程 完整的呈现 副总统吴敦毅也前往参访 并分享自己当时救灾的心得 虽然随着时间经过 我们会忘记 渐渐的淡忘掉 莫拉克的一个重建 可是这个事情 永远都刻意在我们的心里 来到莫拉克台风 重建展示馆 副总统吴敦毅 仔细听着导览员的解说 唤起了当年沉通的回忆 也和大家分享 在风灾之后 重建的艰辛过程 离灾比防灾还重要 那所以一定要先做好离灾的准备 像最近这几年民众就习惯了 所以很多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就减少了很多死伤的人员 因为莫拉克台风造成严重的伤亡 真的让大家开始重视提前撤离的重要 而耗时18个月设立的莫拉克重建展示馆 除了搜集当年完整的资料之外 也用来宣导防灾的重要 让吴副总统当场对导览员进行考试 我查理一下 什么叫红色警戒区 红色警戒区 还有黄色警戒 红色警戒区就是必须要撤离了 那黄色警戒区就是我们提出警罩 这样 一百多点 两点 那哪一个是土石流警戒标志呢 利用寓教娱乐的方式进行宣导 让吴敦毅副总统都相当投入其中 也期盼透过展示馆 能够让大家记得当年投入救灾的英雄 同时对于灾害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港督新闻综合报导 卫生局除了推广如何防范灯隔热之外 也积极鼓励民众进行癌症筛检 高雄处仍然有许多市民从未接受过筛检 卫生局这一次可以说是使出大绝招了 只要爸爸妈妈去做癌症筛检 孩子就能获得小小兵系列的礼物 让孩子可以顺利说服爸妈捍卫健康 我们的家人你们爱不爱他 爱 为了让民众做癌症筛检 卫生局可是想破了头 这一次使出大绝招了 用孩子来激励家人 邀请他们接受口腔癌 子宫颈癌 乳癌 还有大肠癌等等的健康筛检 癌症筛检年龄层呢 我们就会透过一封信 给家人的一封信 然后由小朋友 让自己的家人去检查 让我来当你们的健康小小兵 提醒你们要一起健康检查 卫生局一共与高雄18时间小学合作 父母没完成一项筛检 孩子就能获得一份小小兵系列的礼物 为了得到超级可爱的小小兵 小朋友当然是想尽办法 也要父母去做检查 截至今年9月底的筛检资料 每一项癌症筛检率都还不到30% 由此可见仍然有很多父母都忽略了健康筛检的重要性 奶奶妈妈或者是姑姑阿姨都可以 只要有三个人次的受检 我们就会同时得到三样礼物 那小朋友刚好问他们 他们都很开心 他们都喜欢这个图案的 所以希望说小朋友的关心 让家长能够感动 能够立即行动 目前高雄市有许多大小医院 都有免费癌症筛检的服务 提早检查 提早治疗 免得真的生大病 还要付上可观的医药费 即日起直到11月30号 大人做筛检 小孩可以拿礼物 一起守护健康 我是健康小小兵 耶 同学们上我和陈丽婷采访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看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 多云午后 短暂正雨 气温23到32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多云气温23到32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 应十多云短暂正雨气温21到30度 宜兰花联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应短暂正雨气温21到29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祝您事事顺心 我是陈丽婷 我们下次再会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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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高雄伸出温暖的手 谢谢你 为高雄制造欢乐时光 谢谢你 及时地提供高雄最在地的资讯 伴随高雄市民 走过二十多个年头 关心地方 深耕高雄 你是我们最信赖的老朋友 连猴子都吓得合不拢嘴 每月888 标网120M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钱元购物金 快打电话找BB 响应政府政策 避免孩子网路沉硬 送有时间管理 轻松保护孩子势力 不用花钱买 现在申办BB宽萍 面前送你用 相瞬钱快来找BB 能讲的是 青年港督有限制 是我们的一部师 因为有你 我们才能成长茁壮 因为有你 我们更要加倍用心 青年港督的今日 不只是我们的骄傲 更是专属高雄人的荣耀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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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为高雄伸出温暖的手 谢谢你为高雄制造欢乐时光 谢谢你及时地提供高雄最在地的资讯 伴随高雄市民走过20多个年头